怎么去看对方 我们家里面有这样的经历 有一年我先生没有工作 然后你认为他没有出息 还是各样的想法 那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我们用了一个 不尊重对方的看法来去 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有了这样一个罪念 认为对方怎么样 这样就是一个开始 关系破裂了 开始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直在说 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跟神的关系 多亲密多对齐 那我们夫妻的 就学会怎么尊重我们的配偶 爱我们的配偶 就不容许这任何的遗憾 一分钟还是一个小时之寒 来去影响我们 要当我们配偶 如果没有工作 在找工作的时候 是最需要我们去尊重 跟鼓励的时候 很短的 我觉得说这个很重要就是 刚刚那个雨林老师讲的 太太要尊敬丈夫 那讲实话 有时候其实 丈夫非常不容易被尊敬 举例就是说 丈夫失业了 丈夫穿的衣服 拉拉塌塌 OK 然后丈夫就觉得说 垂头上气 愁眉苦脸 这个太太做事做得很好 要怎么去尊敬你的丈夫 请问 怎么去尊敬你的丈夫 这个是的确是事实的 这个特别是 这个先生这个找不到工作 然后在家里吃嫌犯 这个 这个 所以我的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 因为基督徒是 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对不对 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请问耶稣基督 看你太太 看你这个 没有工作 没有出息 愁眉苦脸 垂头上气的先生 是怎么看的 就是用爱心去包容 然后知道神对他 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 就是不停地鼓励 因为他的前途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是非常有关系 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 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因为把这个 放到自己的肩膀上了 然后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头的话 我就不会给他客气了 我这个 我会很努力地去 一个太太会很努力地去压抑自己 但是我跟你说 除非圣灵改变了你的心 你不可能去爱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这是事实 所以基本上还是跟神的关系 对神的信心 还有让圣灵的带领 然后你就要做一个得胜的人生 什么叫得胜的人生 就是这个圣经里讲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 靠着基督让我们得胜有余了